猫虽然不会交给老虎爬树的本领,但开放交流终归强过闭门造车。 一、中国军队,北进,北进,9月11日,中俄联合军演,东方-2018,在俄罗斯拉开大幕,据悉,在此次联合军演里,中国派出了包括3200名作战人员,900多台重型装备,30多架固定翼战机及各型武装直升机在内的一整个全数字化重装静锐合成旅,相较于以往的大兵团机械化作战理念。 此次中国这支以特种化为主要作战形式的重装军团,虽然已经尽可能地在装备上留了一手,但是依旧没能藏住近几年军改后的富,俄罗斯苦啊,2017年GDP还没有中国广东省高,但是军费开支却排到了世界第五。 换一句话讲,俄罗斯用中国一省的财政,撑起了相当于中国军费开支的30%,各国军费占GDP比重,各国军费占财政支出比重穷加难当。 这是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所面临的最大难题,这一点在军队装备更新及维护上更是如此。 因此,当中国军队人员及装备踏进俄罗斯之后,上至国防部长邵一谷,下至俄各参演军区首长,普通基层士兵,都忍不住对中国陆军装备散步绝口。 中国方面,一水的二线99是主战坦克,08是轮式步兵战车,11是轮式突击炮,而反观俄军,最新式的T90A暂且不扁,BMP三部战车那可是妥妥的苏联货。 至于剩下的一些轮式战车,无论是机动性还是火力打击性,都远逊于我军的十一神罗氏突击炮,以至于考虑到扮演蓝军的俄中央军区部队与中国重型装甲部队,的99是坦克存在隔代差距,咱们在军演之前就制定了一个稳妥的进攻歼灭方案。 二、俄罗斯执行,中国使去取经或许看到这里,结合俄罗斯近年来的经济维米,很多读者已经有点看不起咱们的这位伙伴了,但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中国此次派出火军迄今为止,在和平时期,最大的海外派兵单位,积极参演俄罗斯的东方简2018,除了向世界展示两国的军事互信以外, 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交流学习,众所周知,自2015年8月21日,因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邀请,俄罗斯部队全面进入叙利亚作战以来,俄罗斯军队便以其特有的强悍,一扫车尘战争中的孱弱形象,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短短三年,在434位将军,2500多名军官的指挥下,6.3万名俄罗斯军人直接摧毁了12多万处恐怖分子的设施,累计消灭武装恐怖分子8.6万名。 而与此同时,叙利亚政府军所掌握的国土,也从俄参战之前的8%,恢复成了现今的96.5%,毫不夸张地讲,经历了三年实战的俄罗斯军队相较于国军,虽然在部分装备上有所不及,但是至少在作战经验及战争组织经验上,是我们需要谦虚学习的。 以俄罗斯参与叙利亚战争的混合战争作战理念举例,在战争介入之初,俄罗斯以空降特战步兵、突袭等反恐作战方式进行战斗,但是,在某大国武装下,已经具备防空能力及国家武装形态的恐怖分子,使得俄特战轻步兵,并不能如同美国电影中所宣扬的那般战无不胜。 最后,俄罗斯方面赶忙做出军事调整,在海陆空各军兵种的联合作战配合下,俄罗斯方面凭借着总参谋长瓦列比格拉西莫夫大将的混合战争理念,才得以节节胜利。 显然,对于中国而言,俄罗斯这种成功的特种化军团作战,对于当前中国军队特种化改革方向是相互契合的,而各中人员物资具体该如何调配,如何战斗,如何调整,经验教训,都是此次军演中我们需要注意和辩证感知学习的。 当然,除了新作战理念的辩证学习外,俄罗斯在战争中一些教训,也值得我们从细微处挖掘。 2015年,在北约的压力下,希腊和保加利亚,断绝了俄罗斯,到叙利亚的空中走廊,转而利用伊朗领空,搭建俄续空中通道的俄罗斯,却最终因为俄国防部大肆宣扬哈马丹机场之后,遭到伊朗国内舆论指责之后被迫关闭。 伊朗法律不允许外国设立军事基地,表面上看这是一场小失误,但是追根溯源,却是和平思维下战争意识淡薄的表现。 战前,依靠西,保两国搭建起空中走廊的俄罗斯,是否考虑过北约的施压,战中,大肆宣扬伊朗哈马丹机场的俄国防部,是否了解过伊朗国内法律和舆论, 而诸如排雷装备消耗预估失误,苏-30SM轰炸恐怖分子,复旭空军战机不足,日军出秦作战五次的各种筹备性事物,对于当前久无战事,的中国后勤部门而言,无异于一种警示,因此在老铁看来,此次联合军演的数万俄军后勤与战前所发生的任何变动,都是值得我们好好的推敲观察。 当然,学习不是照搬,俄罗斯的经验固然是好,但是最后还是要取其精华,夯实咱们自己的根基,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此次中俄联合军演,相较于以往的反恐目的,此次的作战对手,再也不仅是天上掉下来的恐怖分子, 而是要针对当前国际战略形势进行想定的的具体目标国,目标国是谁,还是俄国防部长邵伊古说得好,本此演习不仅是无前例,更会名垂青史,以俄罗斯参与叙利亚战争的混合战争作战理念举例, 在战争介入之初,俄罗斯以空降特战步兵突袭等反恐作战方式进行战斗,但是,在某大国武装下,已经具备防空能力,及国家武装形态的恐怖分子, 使得俄特战轻步兵,并不能如同美国电影中所宣扬的那般战无不胜,最后,俄罗斯方面赶忙做出军事调整, 在海陆空各军兵种的联合作战配合下,俄罗斯方面凭借着总参谋长瓦列里格拉西莫夫大将的混合战争理念,才得以节节胜利, 显然,对于中国而言,俄罗斯这种成功的特种化军团作战,对于当前中国军队特种化改革方向是相互契合的, 而各中人员物资具体该如何调配,如何战斗,如何调整,经验教训,都是此次军演中我们需要注意和辩证感知学习的, 当然,除了新作战理念的辩证学习外,俄罗斯在战争中一些教训,也值得我们从细微处挖掘。 2015年,在北约的压力下,希腊和保加利亚,断绝了俄罗斯,到叙利亚的空中走廊,转而利用伊朗领空,搭建俄序空中通道的俄罗斯, 却最终因为俄国防部大次宣扬哈马丹机场之后,遭到伊朗国内舆论指责之后被迫关闭, 伊朗法律不允许外国设立军事基地,表面上看这是一场小失误,但是追根溯源, 却是和平思维下战争意识淡薄的表现,战前,依靠西保两国搭建起空中走廊的俄罗斯, 是否考虑过北约的施压、战中,大肆宣扬伊朗哈马丹机场的俄国防部, 是否了解过伊朗国内法律和舆论,而诸如排雷装备消耗预估失误,苏30SM轰炸恐怖分子, 富序空军战机不足,日军除秦作战五次的各种筹备性事物,对于当前久无战事,的中国后勤部门而言, 无异于一种警示,因此在老铁看来,此次联合军演的数万俄军后勤与战前所发, 生的任何变动,都是值得我们好好的推敲观察,当然,学习不是照搬, 俄罗斯的经验固然是好,但是最后还是要取其精华,夯实咱们自己的根基,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此次中俄联合军演,相较于以往的反恐目的, 此次的作战对手,再也不仅是天上掉下来的恐怖分子, 而是要针对当前国际战略形势进行想定的具体目标国,目标国是谁, 还是俄国防部长少一谷说得好,本此演旗不仅是吴千利,更会名垂青史。 此次的作战络的票问,